一个白人警察从车上下来 三个黑人女孩吓得瑟瑟发抖 在盘问一番后 达夫妮拿出自己的工作证 白人警察得知三人在NASA工作 决定为他们开路 上班第一天 达夫妮就遭到一群白人异样的眼神 谢领导安排工作 却把他的关键数据涂成了黑色 并告诉他这是为了保密工作 显然这只针对黑人 他想上个厕所 而白人同事却说 原来这栋楼里的厕所只有白人可以用 因为这里的同事都是白人 于是他只好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 憋尿冲刺两公里 到楼对面的黑人办公区解决 因为宇航局计算数据时效性很强 他只能拿着资料 在厕所争分夺秒完成工作 他工作累了 想来杯咖啡 却招来了一群同事的白眼 显然这个咖啡机也是白人专用 面对七十年代美国如此严重的种族歧视 达夫妮仍然没有放弃 因为这份工作对他太过重要 他只能兢兢业业工作 不敢得罪任何一个人 他的工作就是不停地更新轨道数据 但当他将计算出的成果交给老板时 老板却随手扔进了垃圾桶 因为这份数据已经过期 为了跟时间赛跑 达夫妮干脆不喝水 每天就能节省四十分钟的上厕所时间 然而他付出的努力 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这次达夫妮憋尿三小时 终于在黑板上计算出了结果 于是他赶紧冲向了厕所 轻松而愉快 但当他回来时 发现一群白人围着黑板议论纷纷 他们都在赞美 这算法太神奇 随着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 这也吸引了老板的注意 老板家达夫妮叫到办公室 本以为老板会表扬他精妙的算法 不料 谢领导却先质疑达夫妮 他说 资料里关键数据全都涂成了黑色 这是最高机密 达夫妮不可能会知道 于是 把他定性为苏联间谍 达夫妮一听 吓出一身冷汗 他赶紧解释说 只要把涂黑部分放在灯光下 就能看到那些最高机密的数据 老板听了 还不太相信 他将资料对着灯光 数据一清二楚 老板这才知道 达夫妮是被冤枉的 于是让谢领导采用达夫妮计算的轨道数据 受到老板的认可和重用 达夫妮非常开心 你以为 他的事业要达到巅峰了吗 不 这天 老板来问他要一份重要的轨道数据 而此时的他 却抱着资料 冒着雨 冲向两公里外的黑人办公区厕所 结果被淋得全身都湿了 他想要擦干脸上的雨水 可黑人厕所连纸巾都没有 他毫无办法 只能湿答答地往回赶 可当他赶回办公室 老板一言不合就质问他 为什么每天都看不到女人 亏我还看好你 他说 我不在的时候 都是去了厕所 这一说 老板直接炸锅 我们更新轨道数据 时间精确到秒 而你每天都要花几十分钟 仅仅上个厕所 面对老板的误解 达夫妮终于爆发了